大家好大家好我是RyRyRy 今天我们来一把麦克斯 然后换上了钢铁门神造型的麦克斯 来打一下魔龙肉 對 你們沒有聽錯 我們這一把打的是魔龍路 因為我覺得麥克斯這個英雄 不管是打卡瑟路也好 魔龍路也好 只要是一打一的線上的話 他真的可以面對大部分的英雄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靈畢 先蹲他一波 一個一技能 一個普攻 再一個普攻 這樣就可以殺到他半條的血量 還可以把他剛剛一開始打的野怪也可以搶走掉 那一波就可以打到他半水 他也用了一個恢復 那第二波是不是就可以殺了他了 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這邊先把他壓出這個吸金燕的區域 那因為我們還是那第一波抓到他的機會 因為他滿水的話 肯定會上來補兵 但是他的血量 可能會被我一波秒殺掉的話 他就不敢那麼前 那他的血量也慢慢恢復了 你看得到 他也慢慢進入這個能吸到金燕的區域 我們還是不能讓他隨便的點兵 再一個普攻 那但是這邊呢 兵線也給進去了 我們也沒必要 也空不了下去了 對方也帶了很多個人來啊 有四個人 因為我們剛剛把他壓出 今天實在是太壞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入手這一個迈克斯的主球造型呢 因為他這個造型其實相當於其他的主球造型來說 其實算是蠻便宜的 我買那個包裡包好像就200多點賺 因為我本來有迈克斯的英雄啊 那不知道大家又最喜歡哪一個這一屆世界盃的造型呢 那對方有兩個人想要再次魔龍 我也沒辦法擋住 我也沒有一個大招去看視野 那我們的大招呢 是開了以後呢 可以全殘飛 只要敵人在的地方 我們都可以飛到他身上 那這邊再做一個兩段的二技能 直接一個一技能 電一下他 我們用的被動是電能 是一個持續的真實傷害 在3秒以內會有一個真實傷害 還會減對方的生命恢復25% 那看到對方的靈蒂在吵 我們打算再打他一波 然後就可以開這個大招 撞他一波 撞他一波 就秒他一波 看他會不會給我機會 誒 但是我們的靈蒂來幫我們做了第一波傷害 看一下 這個血量我可以 我絕對可以 直接飛過去 一個撞擊 再一個一技能 普攻 直接電能電死 他也交了一個銅閃啊 這一個銅閃其實他已經肯定是死定了 而且我們還留著這個掌殺呢 他這樣還交瞬移的話會有點浪費 看到對方兩個人 大風寶貝也過來了 我們的魚人沒有上市 很可惜 他只能跳一個盾 我這個掌聲又剛剛好沒有上市對方大風寶貝 那如果我剛剛第一波就可以擊殺掉大風寶貝的話 後面我就可以逃離了 那殺大風寶貝的時間用的比較多 但是我們也把生命給送了出去 那因為麥克斯呢 他的被動是電能 所以這邊看一下出裝 第四屆 你們會看到有一把藍色的 藍色的電刀 我們出一個 兩個電 一個電能 一個電刀附帶的電機 那我們這個雙電麥克斯來看一下能不能玩起來呢 但是呢 主要的核心裝備還是火甲還有鋼鐵長槍 還有後面的坦裝 那這個電能只是出來配合我的電能玩一波雙電 這邊再耗掉他的血量 那這個血量我還是可以一個撞 一個一隻呢 電能直接往後面逃 看到對方的大風寶貝 首先我們借對方的馬洛斯來做一個位移 然後呢 直接跑 躲開大風寶貝 第一段的傷害以後呢 直接往後逃 對方的馬洛斯還有莉莉安也想要來追我 那但是呢 這一個維蘇玉是沒有辦法追到我 我們隊友好像是1萬1 欸 再說掉了對方的大風寶貝 是一個1換2 那再加上我剛剛殺掉對方的靈幣的話是一個1換3 肯定是一個賺的狀態啊 在奧義方面呢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會用這一套 猛攻 庇佑 還有龍爪 那中間庇佑是一個回血量的效果 非常的好用啊 那猛攻還有龍爪也是提供麥克斯的傷害 麥克斯你沒有足夠的傷害的話 對線你沒有非常大的自在力 也不太好打 你一定要把對方打怕 你才可以把麥克斯的東西給打出來 而且如果你麥克斯純粹出坦克的話 對方就一點都不怕你啊 因為你那一點點的正式傷害 對於對方來說真的 威脅真的非常的不大 所以你一定要補充一點點攻擊 再看到對方的靈幣 靈幣直接再開轉一個普攻 瞬移斬殺電死電能 直接又撞死對方的靈幣 那剛剛靈幣基本上幾乎滿血啊 我們的靈幣做了第一波傷害以後 我們第二波就進去再做一波傷害 大風寶貝在第一波不走的話 後面就沒有辦法走得了啦 我們三段直接黏住 馬洛斯也跳過來 馬洛斯這一個下水甲了 已經變成在一個墊呢 再擊殺掉了對方的馬洛斯 做了一個雙殺 雙殺以後呢 看一下靈幣要不要再出來 但是我們也沒有大家去撞他 我們到了這一刻 已經撞了對方的靈幣三次 差不多好像就是三次 再看到靈幣再一個轉 沒有轉到 馬洛斯開了移技能 他的移技能是向前轉 而且會轉中一個單位的話 會為馬洛斯增加6%的跑速 最大可以增加30% 也就是最大可以命中5個目標的跑速 那這一個不要小看這一個跑速 如果你在團戰裡面 你有一個30%的跑速加速 你去抓對方的後排 就會變得簡單非常的多 直接開一個大招飛過去 但是我們肯定不會飛進去 他的血量還有那麼多 在塔前直接停下來 清了這一波兵線 等這個兵線過去 那我剛剛為什麼要用大招呢 趕路 推塔 壓塔 其實大家要看準機會才 像我這樣子用 因為他大家的吸力非常的長 如果你每次都只用來趕路的話 就浪費了這一招 我們繼續把我們的上路推一下 來欺負一下對面的靈幣 再一個移技能 投打對方的紅buff 那有紅buff的話 靈幣要更怕我了 只要我普攻到靈幣 他基本上就怕不了了 還有10秒 又可以用大招去做一步進攻 如果我們在線上是優勢的話 基本上對方的野區一定要把握機會 對方靈幣這樣跑進來 再一個普攻 再一個普攻 再一個大技能 再一個普攻 麥克斯的愛技能會有一個減傷的效果 所以呢 你不要一瞬間就把兩段給用出來 你用了一段以後呢 等一下下等一個一兩秒 然後再用 因為他會有一個四五花的減傷 那對方死了一個人 少了一個人的話 我們有兵線 肯定是要壓一下台啊 還順便把 凱德路斯直接下掉 當我們再順出來的話 他只能立刻跑回塔內 我們砍塔也砍得非常的多 往後退下 讓凱撒BUFF要我們回一下血量 那中路兵線給對方清掉了以後呢 上路看到兵線也是非常近對方的珠寶塔 我們直接就來上路清一波兵線 那看準這個機會 欸 對方只有一個大風寶貝 可以秒掉嗎 差一點點 因為我不太敢進去 我進去以後呢 就沒有出來的手段 也沒有出來的技能了 把這個線再清一下 在我們壓上路的時候呢 對我們把下路給拿掉 那對方去守下路的時候呢 我們上路又可以拿掉 直接可以進攻一波 夜叉抓住了對方的大風寶貝 直接秒掉凱德路斯進門 原來也沒有坦度也沒有傷害 靈蒂也死掉 這邊一個衝過去停 那 因為衝過去是在純水裡面 我可能就會是 所以一定要斷下來 AVP咬了牙圖24.5的輸出 那給隊友們點一下讚好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或者Facebook 還有追蹤我的Facebook 還有追蹤我的Facebook 來就謝謝大家 那13.4的MVP是914的戰績 27的成熟傷害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囉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